那武统早前曾经建议政府在明年的财政预算案允许人民从公积金第一户口提款以减轻经济负担 那政府今天也答应了这个要求 从明年1月开始 失业的公积金会员呢 每个月可以从第一户口提取500令吉 最多可以连续提款12个月 那总共提6000令吉 财长扎夫鲁表示 这是为了协助那些失业的会员 预计呢将会降低60万名受影响会员的财务负担 那另外为了增加会员的可支配收入 从明年开始雇员每个月的公积金缴纳额呢 将会从11%降低到9%回期12个月 除了第一户口之外呢 政府也允许会员从第二户口提款来购买保险 从明年开始 除了失业人士可从公积金第一户口 每月提取500令吉 衡生部长张副总宣布 会员也可以从第二户口提款 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保险产品 伊斯兰保险和危机保险 至于西蒙和巫统早前极力要求的延长账还还贷建议 政府最终并没有接纳 不过面对还款问题的B40群体 以及贷款额最高15万令吉的微型企业 银行提供了两个方案 接待者可选择延迟还款三个月 或者将每月偿还的贷款数额减半长达六个月 至于M40群体的借贷者 可自行向银行要求调整原有的贷款配套 这项措施从今年12月起生效 标志向银行要求调整原有的贷款 此外八卦下手 感谢观看